苗栗新竹桃園等1.9萬公頃的面積停灌 苗栗新竹桃園向石門德基永和山水庫等 農業用水的水庫 在今年6月到10月的降雨量是歷年來平均不到4成 所以昨天經濟部的抗乾旱的會議裡面 已經有宣布苗栗新竹桃園等1.9萬公頃的面積停灌 希望所有的農民在明天開始 10天內到我們所有桃園新竹苗栗的農田水利管理處的工作站 或者是我們的小組長 會親自為所有的農民服務